反正尽力的给大家凑好真空 但是你们放心啊 寄过来的话买腊肉 这么只不既然那个林绍贤叔叔他说了啊 刚刚那个宁静之远那个阿姨也讲了 对吧 要不静止啊 这么办 今天凡是拍了你这个整块腊肉的 咱们给大家请大家吃点双菜 我家没有双菜了 小猪你上次准备的双菜还有没有 还有啊 还有一点是吧 还有一点 这么 双菜了 今天出来 对 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既然你们都说了 那小副就必须给大家安排 好不好 因为金子他们那边 这边遗族正宗的酸菜 你们想不想要 就是拍腊肉请大家吃酸菜 然后金子再教大家来怎么去做酸菜 好不好 想不想要 想要的公平扣一 对 想要的扣一 请大家吃一点我们这里的酸菜 你们今天拍的腊肉的 都请大家吃一点酸菜好不好 然后这个 整条的腊肉 整条腊肉有没有想要的 还有没有想要的 刚才福官阿姨还在不在 不知道福官阿姨还在不在啊 反正是今天拍了金子的腊肉的 整条腊肉的啊 我今天都给大家安排一点酸菜 好不好 想要的咱们公平扣个一 小腹来统计 对不对 首先第一啊 直播间舒适安满 我不管你们信不信任我和金子 你们要去尝试 因为在金子这啊 你们买的东西你们觉得不好不满意 是支持七天无理由的 对 而且还有 孕飞行 对 所以说舒适安满你们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这块肉好好的呀 这是我们宜族的酸菜哦 宜族的酸菜 不是这个是后腿肉 整块的 因为前面有一个叔叔 还是阿姨给金子提过 金子就想了 哎对 说他们有时候送人的话 就是因为原来包装都是一斤一斤的嘛 家里面自己拿整块送人是特别好的 对不对 这样一整块就这样凑真空一整块 你们在别的地方可能买不到吧 人家都是一斤一斤的凑真空 对 你拿了送人 但是并且我这里的话也只有30个 刚刚有10多个已经 15个 对 刚刚上了五库存放了15个 然后叔叔阿姨们 如果说还有没拍到的 就在公屏上 可威小依依 然后再给你们上一点 好不好 对 这个是原味的 就是只有盐味 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防腐剂 肉质 你们可以放心 来自农家养的 知道吗 养的粮食 而且直播间的 叔叔阿姨们 金子为什么把这个食品做的特别好 是什么 因为当时他不会弄这个检验 然后我是安排小助理去弄的 白纸 黑纸 红章 这个是不可能 不能做那个 对不对 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你们都能看到的 对不对 所以说叔叔阿们 不用犹豫了 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 什么带货的 不会 就是想分享好的东西 让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们吃到 咱们地地道道的 烙肉 好不好 来准备好手术 叔叔阿们 我再给大家上五单 好吧 因为我们已经上了15单了 我们也今天刚刚开播 开播半个小时都没有 还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 他们都还没来 所以说我们 对 对 我们只有30个 所以要统计 好不好 想要的 再公平扣1 对吧 刚刚拍了的叔叔阿们 你们再公平打个小1 然后我再给大家上五单 你们需要的 小富精致人品优秀 感谢春华阿姨 来准备好手术叔叔阿们 福光阿姨 我看到您的名字 来准备好手术 5 4 3 2 1 下方链接99 我们到手的不是一斤 是这样的一整块 一整块 对的 咱们这一整块有多重 我挑的都是两斤以上的 因为想要做到 让叔叔阿们 叔叔阿们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平常精致 卖的那个 拉入的价格 你们知道 然后你们卖这个 肯定不会吃亏了 你们犯犯心心的去拍 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下方链接已经给大家上了 你们拼紧手术去拍 然后99 你们到手是整整一整块 不会给大家切 不会给大家分割 就这样一整块给大家抽 能尽量给大家抽真空 但是我们会给它密封 扎马树栓的 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不均匀的扎马 你们知道这样子一整块腊肉 它是不均匀的 所以说抽真空 对的 但是会给大家密封发货 这样子一整块 你们收到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拿 拿了以后就给它晾起来 然后很多叔叔阿姨们就 不知道精致是干什么的 我这个猪是哪里来的 这是农村农家猪 我这里的话有耳朵 有舌头有尾巴 都是自己嘎猪在做腊肉 所以你们完完全全可以放心 这个猪的肉质 别人一天可能卖几天上万斤 我家做不了 我可能几天我都卖不了 因为我家没有那么多肉 我知道吗 对 叔叔阿姨们秒拍秒复 拍了都回来打个已拍 好吧 对的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信任 有七天无理 我还有预谋 那个显 叔叔阿姨们 你们可以放心 可以放冰箱 可以放冰箱 对不凉了 直接放冰箱可以吗 也可以的 然后也可以自己挂起来 也没关系的 看你们叔叔阿姨们 自己的喜好 对吧 而且这个精致的腊肉 它熏的干度是特别好的 知道吧 所以说你们拍回去 很多人都吃过精致的腊肉 然后我也给他讲过 咱们一定要把品质做得更好 对不对 感谢春华阿姨 感谢陈范姨姐姐 感谢你们 叔叔阿姨们 对 都是两斤以上的 所以你们放放心的去拍 精致平时给大家都是一斤一斤的给大家上的 等一下也有 对 这个拿来送人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叔叔阿姨们很多他们觉得 咱们一整块一整块的送朋友 送领导 亲戚 对吧 咱们拍这个回去 咱们过年 马上不是元旦节了吗 可以买点这个 给亲朋好友给艺人拿个一个两个的 是吧 还有最后两档 刚刚删到 还有最后两档 感谢叔叔阿姨你们太棒了 对没有付款的专业时间付款 一整块的我不会 我不会说天天拿来给大家分享 因为一整块的确实没有 知道吗 因为想要挑到完完全全 很好的 因为我一斤一斤的呢 是切 知道吗 是切的 这个是没有切开的 一整块给大家分享 对的 说你们可以放心 他是真正的粮食 吃粮食的猪 知道吗 对 他是吃的 我们农村里面养猪 就是吃红薯 吃蜜蜜 吃黄豆这些东西 还有野猪草 因为好多叔叔阿 应该割过猪草都知道 农村里面养猪 就吃这些东西 不吃你们就是外面厂家 养的那种养猪肠 养的那种饲料啊 那些 还有很多打了那个催什么肥的 对的 你们都可以发现的 煮出来的肉 知道吧 叔叔阿姨 煮出来的肉 他是会缩水 但这个肉他不会缩水 知道吗 叔叔阿姨 来 首先叔叔阿姨 我们就切 叫金汁 咱们切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因为我们旁边煮着呢 那个要不要保温啊 保温着的 保温着的 我才开了 嗯 来 这边叔叔阿姨你们看 有点烫 等他冷一下 哈哈 有没有猪肝 有 猪肝 很多叔叔阿姨 都觉得猪肝很好吃 是不是 金子你等他冷一下 好不好 然后这块能不能给我吃呀 迫不及待的想切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想不想要 叔阿姨 你们看 金子 金子 你教一下 我只想吃肉 金子 你可以教一下大家 怎么来辨别 是吃那个粮食长大的猪 好不好 吃粮食长大的猪 叔叔阿姨们 呃 他会偏肥一点 知道吗 叔叔阿姨们 吃粮食长大的猪 他你们 他不管是五花肉 他不管是五花肉 还是我们的 喝腿肉 他都会偏肥一点 然后我们要区分新鲜肉和那个 呃 不新鲜的肉 你们知道是什么肉吧 就是冰箱里面的 对 知道吗 那种肉他切出来 他就没有这么透明 这个是金银肉量 是很透明的 这种就是新鲜的猪肉 然后你们看那种肉的话 你们可以看这个橙色 像其他肉的话 有点暗红 你知道吗 叔阿姨们 叔阿姨们 你们不管你们买不买啊 然后你们 嗯 学一下 然后在别人那买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不会吃灰山大 这个是扣明 买回来怎么烧 不用烧 直接就可以洗干净 煮好就吃 他就说拿回来怎么烧 很多像江苏那边 他就是说拿回来怎么做 他做饭 哦 饭叫烧饭 做饭叫烧饭 是吧 对 你们猜回去拿来给他洗干净 呃 如果说吃的淡一点的 你们可以拿来泡一下水 如果吃的重一点的 咱们就直接煮两次水就可以了 美女五花腊肉有吗 要肥一点的 必须有 叔叔爱们 哇 叔叔爱们你们看 这个肉 金银透亮的 看到没有 镜头给你们凑近一点 给你们看 哇 是不是金银透亮的 这个肥肉金银透亮的 才是我们的新鲜肉 你们拍回去自己拿来煮来试一下 对 真正的 真正宗的 然后 精致是一个女孩子 很少看到女孩子能吃肥肉吧 叔叔爱们 确实我也是吃不了肥肉的人 但是我家的腊肉 你们看 完全肥肉 我看的都像 肥而不腻 真的 非常非常的好吃 你看 每一片切出来 真的静音都会亮到 皮硬不硬啊 皮一般不硬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火的话 咱们可以用个火来给它烧一下 金银皮硬不硬 不硬的啊 叔爱们 你们放心啊 对 这个 反正我吃 我拿给我妈吃呀 什么的 都没有说烧过皮 都是直接 对 直接 直接切开草 不要焯水 也可以直接生草 也可以什么 炒菜 对 蒜苗 炒年白 炒 那个蒜苔 这些都是可以的 是 这个拿来炒 非常非常的好 嗯 现在可以的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比如说我习惯大家 对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对 刚刚上的已经没有了 那就没有了的话 就给大家上点五花肉 都要等五花肉 我想问一下 叔叔 你们 请问烧皮有没有烧皮 不会给大家烧皮啊 因为那样的话 你们我们烧了皮过后 会看起来很脏 对 而且你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新不新鲜 对 烧皮你们就完全看不到它的 本质的一面了 你们带回去可以自己烧皮 知道吗 我教你们怎么烧皮 我就是那天 嗯 就是有一个叔叔 他给我说 他去买了一把那种 噴火的一个喷枪 他就在那里喷 喷两下就可以了 对 那个直播间叔叔 艾满 你们还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你们可以打在 你要后腿肉啊 刚刚上了 你没抢到吗 都督 刚刚的这样子 一整块没有抢到吗 你是要整块的 还是要 要那个一斤一斤的 这么精彩 我们先给大家安排五花肉吧 刚刚有个姐姐她说 她要五花肉 她要那个 就是肥一点的 对 吃得了肥的 然后咱们都可以去拍 我这里有瘦一点的五花肉 有肥一点的五花肉 你们看 这个就是肥一点的五花肉 然后这个就是瘦一点的五花肉 看到没 对 我也等一下 我看一下怎么样给你们看 这样 这样可以看到 这样 哇塞 这样可以看到 有个瘦一点的 有肥一点的五花肉 但是 叔叔爱们很抱歉 我的这个五花肉 它不能给大家整块整块的 给大家盖 因为五花肉 它是有大有小的 所以没办法给它切出来 难怪你整块的后腿肉都只有三十个 对 你是挑选过 五花肉真的挑不出来 因为我相信叔叔爱们也不愿意去吃那个亏 对不对 比如说两斤五两的 比如说三斤的 对不对 叔叔爱们 比如说四斤的 就是它五花肉 它就很难做到 所以我都是后腿肉 我都是精挑选选挑出来的 叔叔爱们 对 这马叔爱们 金子给大家切一块五花肉 给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嗯 切一个五花肉给大家看一下 记得 你放在那儿 你先冷一下 弄烫的 一会儿烫着手 叔爱们 那个后腿肉还有吗 还有 一样的 不行 没事 后腿肉还有 肥一点的好吃 等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分享给大家 我们再给大家上后腿肉 好不好 因为我还牛的肉 我们刚刚上了20单了 嗯 对 20单 还牛的有 因为我就知道 有的时候说肥的我要一条 肥的我们是一斤一斤的给大家抽正空 这样子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对 一吃的时候只需要一斤一斤的打开 这样的话抽正空的也比较方便 对 小夫好关心金子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叔爱们 而且我不关心他 到时候你们又得说 小夫你怎么回事 哇塞 哇 有点烫 叔叔爱们 看到没 三线五花腊肉 这个五花肉吃起来是比较香的 因为它是肥瘦香煎的 平时家里面炒菜就用这个五花肉 叔叔爱们 对 很多人都想要这个五花肉的 嗯 就是最起码的 对 这么 说爱们 说爱们 想要五花肉的咱们公平扣扣扣一夜 因为五花肉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可以拿来炒菜炒蒜苗炒竹水炒那些 我只能只会说这两个 还有还会落什么 还可以 就炒花菜 炒花菜 炒棉白炒所有的素菜都是可以 都可以的是吧 那我们先切给大家看一下 嗯 有点烫 所以说切的有点 对慢慢来 不着急啊 叔爱们 这个 哇塞 来给我吃一个 给你吃 给我吃一个 嗯 看 太好吃了 叔爱们 然后 虚心小最喜欢 哈哈 哇 太好吃了 叔爱们 想不想要 要的话 我这皮 皮好脆呀 是吧 吃起来好脆 嗯 三线五花肉 叔叔爱们 这个是真正的五花肉 五花肉呢 它属于肥肃相间 对吧 它有肥有瘦 有的叔叔阿姨 他们喜欢吃肥一点的 然后有的叔叔爱们 喜欢吃瘦一点的 对 所以说 就有五花肉和后腿肉 对吧 所以说叔叔爱们 喜欢吃肥一点 哇塞 这块真好 看来没 小猪你给他吃点 小猪你在旁边吃呢 对吧 想不想要 想要的 在公平扣个小医书 我们这就给大家上 然后金子 然后你准备是多少钱分享给大家 叔叔爱们 我家这个五花肉的话 多少钱分享给大家 应该大家也都买过 也都知道 所以直接给大家上车好不好 就是这个五花肉的话 我算成本给大家听一下 然后直接给大家上车 一斤在外面买精品五花 一斤要十七八块钱 但我们这边的话 像市场上我们这边 真正的粮食猪的话 是要十五六块钱一斤 两斤才能熏成一斤 知道吗 因为熏的比较干 所以说两斤的成本要三十二 就连肉的成本都要三十二了 所以说卖给大家的话 再加个快递 因为叔叔爱们快递的话 因为金子要给大家发快递 加个十块的快递费 还有那个十块 不是不仅仅是快递费 还有我们的包装费 因为会给大家打包 给大家抽真空 然后还给大家 就是平台上也要税费 就收个十块钱 就是四十二的成本 所有的成本 我只收四十二 什么柴火费 人工费 这些都不算 所有的成本收四十二 然后给大家多少钱一斤呢 都是一般都是卖大家 六十九的 五十九的 四十九的 今天在金子里直接 四十五块九 到手整整一斤 就这样子抽真空 给大家发货 马鞭腊肉 看了没叔叔爱们 地地道道的 因为金子就是马鞭 一族自现的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对 一斤四十五块九 给大家上 来准备好手术 叔爱们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下发链接 咱们直接拼紧手术 这么啊金子 我看你带着有这个 凡是今天我也不不去区别对待了 拍了不管是拍了整块的 还是拍了咱们单个的 一斤一斤的 今天都给大家安排一个 都请大家吃点酸菜 酸菜好不好 一桌正中的酸菜 有人问酸菜怎么做 这上面有一个教程 叔叔爱们 这上面你们可以看一下 按照这上面的教程去拍就可以了 去做就行了 叔叔爱们 今天你们45块9 到手的是整整这么多 这样的一斤 然后一斤五花肉 然后还有我们的酸菜 一族酸菜 一族酸菜 叔叔爱们一族的酸菜 咱们直接下午好 立鹅阿姨 现在我们今天在分享腊肉 因为金汁又做了一看新的腊肉出来 然后而且你们看 书叔叔爱们这个是金汁给大家的包装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 就这样干净卫生 对不对 所以说不单单只是说金汁把这个品质做好了 而且包装它也是很用心的去给大家在弄 所以说你们叔叔爱们放心大胆的去拍就行了 好不好 然后在这儿就是 而且金汁这儿 你们想 知识七天无理 对吧 金汁的猪它是吃 粮食 然后 如果我们人吃人可以吃的 玉米红薯 还有黄豆 还有野猪草这些 对 所以说叔叔爱们赶紧去拍 秒拍秒复拍了的 回来打个一拍 没拍的抓紧时间去拍 对 这个是五花肉 你们现在拍的是五花肉 叔叔爱们 嗯 到手的是整整一斤 刚找到你们呀 真难 谢谢大家 刚刚找到我们吗 我刚刚 我就在刚才那条 云朵 云朵姐姐是吧 云朵姐姐 哪个 对 这个吗 这个肥肥的吗 那个 是那个吧 好像就那个 肥一点的是这个 对 这个吗 对 这个是45块9 整整一斤 500克 说伙伴们 对 那个云朵 你可以连续下客服 好不好 对 可以连续客服 你要连续才能给你牛 不然我找 客服是小助理 然后你们有什么需要 就是可以给小助理奖 对 你看小助理一直在旁边吃 没有停过 对 因为精致腊肉的确好吃 对 说伙伴们 先买两点半了 饿不饿 我还好 不是是吧 是吧 你拍好的 不要太肥的是吧 你可以备注一下 可以备注一下 对 凡是今天拍的 给大家吃一个酸菜 一桌正宗的酸菜 这个到时候上面有 也有给大家讲怎么做 好不好 所以说在精致这买 你看精致的肉 它卖没有像大批量那样 一次卖个几千单 什么几百单什么的 都很少 它都是你看一个上上去 也就 一天也就几十斤 对 是不是 对 是吧 这个是农家的猪 它不是那种 这个厂家那种大批量出来的 所以在精致这里 你想想要真正的农村里面的猪 你就来对地方 知道吗 对 没有付款的抓紧时间 付款 说爱卖 对 拍了的回来打个一拍加急 你拍不要太肥 好的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们如果说买过腊肉的 都知道精致这里卖的有 就是真正的粮食猪 真正的不吃饲料的那种 真正的新鲜肉做的猪肉 精致卖的有多便宜 如果说你要拿我家的猪肉 你去跟别人家的什么 十几二十块钱 一斤那种来比较的话 那没法比的 因为别人的 那个卖的腊肉的价格 还没有还不够精致 新鲜肉的成本 因为这个是腊肉 不是说是蔬菜 你知道吗 它是肉 肉的话 它两斤新鲜肉 才能做成一斤 两斤肉的成本 你们去买过菜的都知道 你没有做过饭 你不知道柴米油盐会 您去买过的都知道 我们的新鲜肉 金鲜五花 一斤都要涂到十七八块钱 对不对 再进去这里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十五六块钱能买到一斤 两斤三十二 再加上快递包装 还有我们的平台 就直接四十二成本 只收四十二的成本 我不需要养什么工厂 我不需要养什么工人 所以说我不需要挣大家多少钱 我不需要卖大家六十多块钱 五十多块钱 我只卖给大家 四十五块钱 就比大家上了 对的 来 金泽 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 就是咱们煮好的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你们看 还有一个 我要给说人们讲一下 这个不是说 每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不是工业品 而且它这个可能有肥有瘦 然后说人们如果想要瘦一点的 要备注一下 然后想要费一点的 你们也备注一下 好不好 一斤抽真空 然后给大家拿过去 就是健康卫生 然后你们吃不完的 比如说你们拍五斤 然后你们一开一斤吃一斤也可以的 对不对 那个拍了的回来一定要打个鱼拍 然后今天拍的明天发三到五天 给大家安排到家行不行 可不可以可以的 在国民党可以 真正的农村农家养的猪肉 你真的在我这里买就买对地方了 你可以买回去 货比三家货比五家都是可以的 这个肉你可以自己拿回去吃 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 知道吗 因为肉的话 如果说你们没有买过其他家的腊肉 真的你们可以买来对比一下 没有买过经济家的腊肉 你可以买来对比一下 因为经济家这里的味道也好 还有我做腊肉不是爆烟肉 很多人问我这个腊肉烟味重不重 我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熏出来的爆烟肉 我是用的七八天大熏烤的腊肉 七八天才能出来这么一看 所以说数量也是有限的 你们没有拍到过的 可以去拍一下 好不好 叔叔爱们 可以去拍一下 买回去试吃一下 觉得确实好吃 下次再回来回购嘛 好不好 好数量也是有限的 嗯 所以相关链接已经给大家上了 你们直接去拍45块9 直接给大家发的是一斤 好数量 一斤 你们在别的地方买我们马鞭的腊肉 要六七十块钱一斤 真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里是马鞭一桌子线 给大家发货地址 也是马鞭 上面都是你们收到的都是这样 马鞭腊肉 如果不是就不是金子家的 说爱们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马鞭腊肉的话 那肯定就不是金子家的 然后你们今天拍的都请大家吃一点 就给你做酸菜 对 可以 金子比以前 说上货的时候胖多了 是吧 没有吧 我觉得还好吧 那个五花肉已经没有了 说爱们 对 对